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在北京 上海 天津 广东 广东 他还办了很多企业 他有华育 峰会 银票号 在金融界有实力 而且在近代投资 投资于近代的企业 而且朱熊表示 愿以身家作底 畅词远谋 朱熊昂他表示什么呢 我愿意以自己的所有的资产来作为抵押 是吧 来创办伦胜招商局 那么既然这么一个有实力的这么一个人物 愿意投资于近代企业 愿意创办伦胜招商局 是吧 那么这个对于李鸿章而言 那么这是一个好事情 那么李鸿章也愿意做一个顺水人情 是吧 扎为他来创办伦胜招商局 这样无论是对于官还是对于商 那么都是有利的 因为我们现在话说 可以达到一个官商之间的一个双赢 这是李鸿章为什么要任命 这个朱熊昂来组建伦胜招商局 这是第二个原因 那么第三个原因 就是朱熊昂自己的这个家道殷实 资本雄厚 那么朱熊昂无论是在传统的这个沙船运输业当中 还是在其他的商界 朱熊昂都具有一定的号召力 同时具有一定的这种示范效应 也说朱熊昂如果能够投资于近代的企业 投资于这个轮车招商局 对于其他的人都是有很大的引导作用 是吧 那么清政府或者李鸿章 希望利用朱熊昂的这种地位 这种影响 来劝导其他的沙船运输业 这个船主也能够投资于轮上招商局 复古于轮上招商局 那么李鸿章在给张树生的一个信当中 讲得非常明确 李鸿章讲 说我自己深深的知道 朱熊昂乃生意场中之人 李鸿章就知道朱熊昂是个商人 是吧 他是贪图利益的 并非真雇正大者 朱熊昂不是那些正人君子 是吧 他不是一个品格非常高尚的人 他是商场牟利的人 但是既然朱熊昂肯于出资投资于这个近代企业 那么就不妨发挥呢 发挥什么呢 发挥他的取质之煤 拢受之恶的这种作用 李鸿章是讲什么意思 取质之煤 质就是那个质机 就是野机 就说呢 我为了获取这个野机 捕获野机 我要用一个同类的一个机 你们说用这个雌性的机 去吸引这个雄性的这个野机 是吧 作为呢 取质之煤 拢受之恶 是吧 为了捕获野兽 有的时候用异性的野兽 吸引另外的一些野兽 或者说呢 用这个野兽的一个什么 希望吃了一个什么食物 来引诱野兽 那么他就讲说 我是希望利用朱其昂的这种地位和影响 去吸引他的同类的人 同样投资于近代的企业 投资于轮顺招商局 是吧 正在这么种情况之下 李鸿章 首先呢 是聘任朱其昂 委任朱其昂 做轮顺招商局的这个总办 这是朱其昂自身的这种经济地位 他的社会地位 他的这个社会影响 所造成的 那么这是朱其昂 我们下面再看第二个人 就是唐庆书 那么唐庆书呢 他是出版出身于这个买办市家 那么最初呢 是受雇于外国的这个一和洋行 那么两年以后 这个唐庆书呢 做了一和洋行的一个总买办 那么后来的这个唐庆书又担任了公正和北清轮船公司的华商的这个董事 那么再以后这个唐庆书又参与了一和洋行华海轮船公司的创建 也就是什么呢 这个唐庆书具有非常丰富的这个轮船运输的或者轮船公司的这个创办经验 他有着丰富的这种经验 同时又具有着比较丰富的这种人脉关系 同外国洋行 同中国的商人 有着非常密切的这种人脉的这种经济上的一些联系 而且这个唐庆书自己还出资或者合资购买了一些轮船 那么像购买了像洞庭号啊 汉阳号啊 出资啊 或者和别人合资啊 那么一共购买了六艘轮船 那么另外唐庆书还在南方各个省 是吧 经营一些什么茶叶呀 这个食盐啊 典当啊 是吧 钱票啊 还有这些这个经营 那么因此当时唐庆书的经济实力 在当时是非常雄厚的 那么当时唐庆书就被人们视为是华商的一个领袖和代言人 其实唐庆书在商界当中 在金融界当中 他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那么李洪章也认为 认为什么呢 认为唐庆书是贸易有年 声望诉诸 经理疾俗 认为唐庆书这个人呢 在商贸方面 他是有他的经验的 也很有声望 因此李洪章认为 命令唐庆书来管理招商局的事务 可以达到什么呢 达到雇商情 巩固商情的目的 还有什么目的呢 联络各省 联络各省 因商 逐渐推广的目的 就是利用唐庆书 他在商界当中的影响和地位 是吧 使这个轮船招商局能够不断的发展 能够做大做强 那么对于任命唐庆书 来管理轮船招商局的事务 这个做法也得到了商界的一种普遍的认同 那么当时的申报 有一篇小文章就讲到 说唐君阅历外物 洞西西传运载法治 说唐庆书这个人 他是了解外物的 那么对于这个 用这个这个西方这个船 用轮船来进行这个运输 对于这些事情 那么他也都是非常知晓的 说以此任属之 以此任属之 真可谓知人善任者也 真可谓知人善任者也 就是外界 是吧 或者商界 商界对于李鸿章 任命唐庆书为卢尔庆书的总办 那么商界也是认同的 那么是讲到唐庆书被认为卢尔庆书的总办 是吧 那么也是由于唐庆书本人的这种经济实力 他在这个商界的影响所决定的 那么这是唐庆书 那么我们下面再看一看这个盛玄淮 那么盛玄淮 他同李鸿章的这个个人关系 是非常的密切的 那么盛玄淮的这个父亲 叫做盛康 那么盛康呢 很早就同李鸿章有各个方面的联系 那么在这个1870年 盛玄淮进入了李鸿章的幕府 帮助李鸿章做事 那么这个时候 李鸿章对于盛玄淮呢 就非常的赏识 那么因此在组建 伦传招商局的最初 李鸿章呢 是任命盛玄淮 来草弥伦伦传招商局的章程 最初是准备要用盛玄淮 来组办这个伦传招商局的 那么但是后来 李鸿章发现盛玄淮 随人号称家道殷实 自己雄厚 但是他远不如朱祁昂 就是盛玄淮的资本 远不如朱祁昂更加雄厚 那么在这么一个情况之下 李鸿章认为 任命盛玄淮 很难去号召 像上海广东 这些殷商负商 能够参股于 伦传招商局 在这么一个情况之下 李鸿章暂时就没有用盛玄淮 而是启用了这个朱祁昂 由朱祁昂出任了第一任的 伦传招商局的总办 那么后来 盛玄淮 那么也参加到了这个伦传招商局 做了伦传招商局的会办 那么后来李鸿章 任命这个盛玄淮 做伦传招商局的会办 那么这个呢 也并不完全是李鸿章个人的行为 不是李鸿章 这个非常专权 非常独断 对吧 就任命盛玄淮 做这个伦传招商局的总办 那么这个盛玄淮 进入伦传招商局 是由于他的前任的总办 唐庆书 一种激励的一种推荐 那么唐庆书呢 曾经向李鸿章推荐 说盛玄淮这个人 不但的人甚可靠 盛玄淮这个为人很可靠 而且那是家道殷实 那么说 这个唐庆书 向李鸿章推荐盛玄 是吧 有可能是唐庆书 为了讨好李鸿章 或者讨好盛玄淮 但是就目前而言 我们没有看到这些方面的材料 那么盛玄淮真正的 控制卢春招商局 那么是在1885年之后 李鸿章任命盛玄淮 做总办之后 那么我们讲 1885年之前 李鸿章委派的 这个九个 卢春招商局的总办 主要是由于这些人 他们自身在经济界 在商业界当中这种地位 他们是一个很有名望的一个商人 在这种情况之下 李鸿章才委派这些人 做了招商局的这种 都办或者总办 那么这个事情发生变化 是在1885年 1885年 李鸿章任命 盛玄淮 做了卢春招商局的都办 那么这个盛玄淮 做了卢春招商局的都办之后 盛玄淮认为 说非商办不能谋其利 非官都不能防其弊 就是讲到官和商 在兴办卢春招商局当中的 这种不同的作用 那么盛玄淮讲 说卢春招商局在创办之初 采取这种官都商办的形式 确为颠扑不破的 颠扑不破的一个好的方法 说卢春招商局 在最初采取这个官都商办的形式 说很好 但是现在看来 采取这个办法 是官多格膜 商多自私 必端从生 那么因此 盛玄淮在1885年 做了卢春招商局的都办之后 对于卢春招商局的运作方式 做了一个很大改变 那么盛玄淮提出了一个 用人章程和理财章程各十条 用人章程十条 理财章程十条 那么盛玄淮在讲到了 这个用人章程第一条的时候 他在讲 说卢春招商局应该归 南北洋大臣来管辖 那么但是由于北洋大臣事务很多 北洋大臣不可能亲自监管 因此呢 就必须呢 要派遣一个大员 认真督办 用人理财 悉听调度 专其则成 这讲什么呢 卢春招商局 必须要由北洋大臣 派一个大员 来专管这个事情 来认真的督办 用人也好 理财也好 要悉听这个都办来总办 来调度 这是讲的第一条 第二条 讲到了 卢春招商局当中 还可以再设立两三个 或者三四个会办 那么这个会办呢 不能和都办平行 会办和都办 都是要由北洋大臣来 来这个扎委来认命 那么这个圣贤怀提出来的 这个用人章程和理财章程 那么一方面就规定了 圣贤怀这个都办 具有重要的一个人事权和这个用财权 人事权和用财权都归到了 这个都办手里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 这个时候明确的规定了 北洋大臣李鸿章和清政府 对于卢春招商局 有任命总办都办的这种权利 那么因此 就是这个卢春招商局 真正的采用了官都商办的形式 是应该是在1885年 圣贤怀担任都办之后的事情 那么因此呢 有些人就讲到 说这个卢春招商局啊 到了1885年之后 才改变了过去 由股东 是吧 来选举的董事 才改变了这种形式 是到了1885年之后 卢春运输业的 这种管理方式 才由这个商人办理的 这种商办原则 改变成了官都商办的 这种形式 所以有些人讲 说1885年以后 招商局随为官都商办之局 那么通过以上 我们所讲的那些内容 对于1885年之前 之前 卢春招商局 这个九位主管人员的 这个情况来看 他们虽然是由直立总队 李鸿章 来扎尾任命的 那么但是这些人 他们并不是从商人 从商界毫无关系的 一个官方的一个代表 他不是从这个商人 从商界的无关的 一个政府的官员 而是在商业 商业界 在金融界 有着重要影响的 一些巨商和银商 他们本身在这个商业界 当中影响很大 那么至少这九个人 他们是具有一种双重的身份 什么双重身份呢 是一官一商 既是官又是商 那么既然这些总办 是一官一商的这种双重的身份 因此这些人 他就不可能是完全代表官府 对卢春招商局进行监管 进行控制的一个官方代表 是吧 他们是既代表官府 又代表商人 是这样一种双重的 这么一种性质 双重的身份 也就是说 他们并不完全代表官府 他是代表商人的利益 那么关于这一点 是吧 就是银商招商局的总办 都办和亲政府 在这个银商招商局的 这种经营方式上 利益分配上 就反映了他们这种双重的身份 他并不完全代表官府 是吧 如果完全代表官府 他们为什么会在 招商局的这种经营方式上 利益分配上 会产生一些矛盾呢 是吧 他们是 在很大程度上 很大程度上 是代表着商人的利益 那么因此在1885年 以前的卢春招商局 他当中的这些总办 会办 如果就他们这些人的 这种身份和地位而言 他们主要是商人的代表 而不是官方的代表 如果说这些总办 或者都办 具有了非常明显的 这种官方代表的色彩 应该是在1885年以后 盛宣怀出任了都办以后 是这以后出现的事情 而且这个时候的 都办和总办 带有很大的一个官方代表色彩 和亲政府内部 有些封建顽固派 对于卢春招商局的批评 同这个问题 也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我后面还会谈到 那么盛宣怀出任了都办之后 具有了比较明显的官方色彩 但是并不影响他的商人代表的地位 我们讲了就是1885年之前 这些总办都办 他主要是商人的代表 而不是官方的代表 1885年之后 盛宣怀担任了都办之后 他的官方色彩非常浓厚了 但是并不影响 他的这种商人代表的地位 更不可能改变商人 这种通过兴办轮传招商局 来牟利的这种思想 不可能改变他这种求利的思想 我们都知道 到了1902年 盛宣怀已经成了轮传招商局的 一个最大的股东 那么在这个时候 盛宣怀曾经讲了这么一段话 他说呀 说股份结我招 日与华商周旋 他说轮传招商局的股份 都是我来招的股 是吧 我也参股了很多 螺旋招商局的股份 是吧 他说我每天都要 从华商进行周旋 跟着华自商人 那么进行交往 进行一些来往 说自己名为商职总办 说我名义上 是商职总办 是代表官府 是吧 进行督办 是具有官方的色彩的 是吧 但是呢 实为公司之总董 说但是实际上 我是所有商人的代表 就相当于公司的总的董事长 实为公司之总董 就是因此 因此 说自己不再应该成为全体 华商的一个代表 而且与各个股东 是气脉 息息相通 他说我自己 从华商之间是气脉息息相通的 讲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一方面 是清政府官方的代表 是商职总办 但是实际上 我更多的是商人的代表 是吧 我是这个公司的总董事 总董事长 在经济利益上是一致的 叫做气脉息息相通 那么以上我所讲的内容 是要讲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在1885年之前的 李鸿章委派到 轮船商局的这些总办 这九个人 他们不完全是官方的代表 不是清政府的官员 直接派到轮船商局 他们更多的是商人的代表 那么至少他们是 一官一商的这么一种双重身份 那么因此我讲 就是人们对于轮船商局 是吧 他是官都商办的性质 他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什么 主要表现形式 就是由官府 是吧 委派官员 委派这个总办 去进行监督 而不在于是吧 是清政府向轮船商局 委派了官方的代表 就是清政府委派的这些总办 他并不完全是官方代表 他是二者兼而有之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我想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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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